其实我真的请欣赏寒雪 我觉得她的勇气比我还要大 勇于去创作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去勇敢去面对 虽然现在真的说实在的 我不想骗你 你的手法还是不太成熟 你挑的题材有时候不是大众 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懂 你的功力还没有把你想要的东西 完全呈现给观众 可是我相信以后你会很好 所以我希望你今天 如果你的诚挚好还是不好 不要打击你的信心 往前走 我相信你的能力 我觉得韩导演还是非常有进步的 就是越来越稳了 但是很奇怪 就是说为什么我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我每次看你的作品的时候 我总是会非常努力地去想抓到点什么 但是我每次也抓不住 是这样的 我会觉得这个画面呀 审美呀 都是寒雪导演的优势 非常好看 包括水下的那些戏呀 都是拍得非常好的 但我会觉得从故事层面上 我老是无意中会想起第三赛段的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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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故事和人物 或者是那样的一个结构 它会有一点 我不知道哪里像 但它就是会让我觉得有点像 我想想我的看法吧 觉得用力过猛 功夫都用得很好 影像灯光光影 但是它也感觉传统 无论是在艺术的哪一个岗位 其实可能很多东西 我们的输出要靠输入来反骨 就是你自己的生活相对会简单一点 你其实没有办法去过遍人生摆摆 所以可能就更依赖看一些文字的作品 而且我有一个习惯 我可能比较爱看纪录片 所以可能会在别人的生活中间 去找寻一些 能够让自己有触动的 并且想表达的这些话题 以前其实拍了很多年戏 剧组大大小小各种状况 其实也都见太多了 只是就是当时很多事情 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 你相对来讲你就不会那么的着急 因为不需要你去应对 但当你变成导演的时候 你就可能没有办法坐在那干等 你就得着手去处理所有突发的状况 无论从前期到后期 但是就是我觉得 这个节目最有意思的是 它其实有一个给定的情景 在一个相对压缩的周期预算之内 让你去在限定条件下起舞 其实反而我觉得可以锻炼自己的一种扛压能力吧 你扛过来了你就战胜自己了 其实没有特别的去想过 自己拍的到底是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女性电影 为女性发生 我只是觉得可能自己身为女性 在很多地方会更直观 会更敏锐 加上本身更做演员 就是你会把对于角色的那种感受力 从身边提炼出来 放到镜头上呈现 我觉得只是说 现在女性有更多的自主和自我的意识 无论是我们的快乐还是我们的痛苦 希望被别人看到 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间 女性不光是表达自己的情绪 更多的女性开始表达一种态度 会有自己的主张 所以我觉得这些声音需要被创作出来 需要被看到 就没有太大的变化 对我来讲 永远就在故事里 就是人情和关系 其实它不是说一定需要是女性还是男性 这个故事其实我当初也想过 我的主人公 如果把它做成一个女性 但是我可能觉得 作戏的灵感来源是男性 所以我觉得可能 我希望保持 其实我对于作品初中的那种统一性 所以我觉得那就更适合 是一个讲一个男性的故事吧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个伪命题 你自己什么性格 他不一定就要投射在作品上 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是什么性格 演员本来就是一个多面的人 我呈现出来的只是 我觉得这样可能对我来讲是舒适的 那不表示你没有其他面 那我觉得做导演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你其他的非大众认知的 寒序的表现呈现给大家 针对专业的探讨 我觉得我一直是非常的能够去倾听和接受 包括这一路走来 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评人 其实大家有一些在创作层面上的指出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也自己一直在消化 希望一期比一期做得更好 但是同时就是你内心的你的这种情绪价值 我觉得很难被撼动吧 我觉得看机会吧 首先对我来讲这次是一个自我探索的过程 对我来讲我想试一试我能不能做这件事情 适不适合 并且能不能把它做好 有没有成长 那确实在过程中间自己也会积累一些经验 然后也觉得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我觉得后面 如果有好的效果 有自己特别想表达的东西 我认识做短片还是长片 我觉得可以尝试 如果画像我们的状态 怎么说 就不unkt80 跟隐 Recognor 难受 感谢观看